怕老婆的小杨哥净收了三位女徒弟,哥顶哥的漂亮,曾偷看乔妹跳舞,被小杨嫂发现,小杨哥究竟有多怕小杨嫂,恋爱九年有两个儿子,如今身价过亿的小杨哥,最离不开的竟是他,我是榜姐,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三只羊的幕后故事。 作为三只羊老板,虽然小杨哥在家地位极低,却是三只羊的核心人物,就连大杨哥都比不上他,自从买楼后,小杨哥就开始公开徒弟, 第一位就是他和小杨嫂都喜欢的小黄,小黄之所以能成为大师姐,除了他所具备的搞笑能力外,更重要的便是他和小杨嫂的关系,小杨嫂只是外表看起来不好相处,实际上内心活泼,希望有个人能带他活跃起来,而小黄就是这样一个人,他和小杨嫂一起打扮成非主流,只要小杨哥身边有美女环绕,小黄就会告诉师母,让他出面教训小杨哥,而小杨哥有贼心没贼胆,只敢偷偷看,哪怕被乔妹吸引, 也不得不把乔妹介绍给嘴哥,撮合他们两个,如今乔妹和嘴哥两人的感情出入苗头,显得三只羊更像夫妻当,作为三只羊中,颜值最高的人,乔妹怎么也没想到,自己竟然会喜欢上曾经的舔狗,或许这就是舔到最后应有尽有,虽说乔妹结过婚,还有过孩子,但这并不影响他在三只羊的吸引力, 不仅大小杨哥败倒在他石榴裙下,就连小黄都羡慕乔妹的身材,毕竟小黄靠搞笑走红,虽说长相神似王心灵,但身材一点也不像,只是乔妹和嘴哥在一起,颇有种鲜花插在牛粪上的感觉,不过这也正中了小杨哥的圈套,毕竟当初就是他让乔妹和嘴哥交流感情, 这才能把嘴哥拉拢到公司,顺理成章地说嘴哥为徒,嘴哥的出现,让小杨嫂放心,毕竟有嘴哥在,小杨哥就不敢看乔妹,而有小花在,小杨嫂就能时刻地制动态,除了小黄外,小杨哥身边还有一位最喜欢告状的人,那就是大杨哥,身为小杨哥的双胞胎哥哥,他最喜欢打小报告,不是让羊妈来教育小杨哥,就是给小杨哥挖坑,让小杨嫂来教育,毕竟小杨哥最怕他们两位, 小杨哥共有四位徒弟,除了以上三位外,还有最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位,那就是七老板,七老板是护肤领域的大名人,一个人就能顶小杨哥一直播间人,并且年龄比小杨哥大九岁,能心甘情愿拜师,说明他看好三只羊,在他直播间,连大小杨哥都要当陪衬,他能让一群男人,应他学习护肤美白知识,也能用一两万人,营造出比嘴哥二十万人还好的效果,在卖货领域, 七老板比小杨哥还专业,三只羊旗下有许多网红,但并不是每一位都能被说为徒弟,有的人能力不够,而有的人自己错过机会,前段时间韩汉在酒吧工作的消息曝光,虽然小杨哥立刻出面,力挺韩汉,但这依然让韩汉的关注源下降, 还有许多粉丝因为接受不了他的反差而脱粉,曾经的韩汉差点能拜小杨哥为徒,但他当着几十万人的面,拒绝小杨哥,估计未来也没机会拜师了,四位徒弟各有所长,那么小杨哥最喜欢哪位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,关注我,你想看的网红竟在网红嫌疑榜。